陳德在臺灣成長 小時候有一句很熟悉的話 好東西要跟好朋友分享 假如接觸了好的東西了 或者吃到好的東西 不介紹給別人 我心裡感覺怪怪的 這是我們中國人常講的 異所當為 這個異是應該的 自己已經受用了 當然也希望別人更有緣 我們就要介紹給他 尤其呢 這個陳德是 二十 算七年前 遇到這部尚人的交答 接上了這個老祖宗五千年的智慧 不然沒有老祖宗那些智慧指導 那自己也只有隨波無理 人生總在欲緣不同 遇到的緣恨不一樣 陳德記得我去考大學連考的不後晚 剛好遇到我一位同學的母親 那因為我個性 各位有一點問題 您是幫我換一下 換用錢 那個老師可以照顧 您幫我們識別一下 抱歉 我可以繼續講話嗎 可以 可以繼續講話 事事無愛 換這個跟講話沒有障礙 那我印象很深 因為我容易緊張 大家看得出來 現在比較平常心 比較沒有那麼緊張 那時候 考個大學連考的得志心很重 大家想一想 一個人 得志心很重 他這一生會不會幸福 我看他的笑容會越來越少 是吧 萬德萬師 所以 這個科學家 有一個實驗 一個人一兩歲的時候 平均一天笑一百八十次 成年之後 平均一天笑七次 大家有沒有算過你一天笑幾次 大家注意這個科學數字 這對我們都是一種提醒 你們有沒有觀察 自己的孩子的笑容 是在增加還是堅持 這個重不重要的觀察 重要吧 我們身為父母長輩 就希望他們快樂 快樂從那裡觀察 所以這個數字也提醒我們 大部分 這個結果大家要不要 而且工作的時間怎麼樣 很多很努力 結果最後得到的結果是笑不出來 我想沒有人願意這樣 所以現在是 社會的節奏很快 可是 人生踏出的腳步大小不是最重要 方向最重要 你踏得很大很快 可是方向錯了 適得其反 可能就越來越笑不出來了 所以應該要安定一下醒來 判斷方向正不正確 怎樣才是越活越笑得出來的方向 這個我們師父上人有表演給我們看 人生最高的 享受 這個才是對的方向 我 在這個高中時期 還沒有遇到老和尚教導 所以我自己感覺我是越來越笑不出來 所以大學聯考就很緊張 德師星達到了一個高點 睡不著 我這個俗家姑姑拿了兩顆鎮定劑給我吃 她太了解我 我睡不著吃了第二顆了 還是整夜未免 就去考場 到了考場呢 要考第一顆的時候覺得鎮定劑很有效 大家知道我的下場 第一顆就考中文 我就沒考幾個 我的中文呢很弱 所以諸位 忍者 忍者是菩薩的意思 諸位忍者 你們的中文呢 很多都比我還要好 所以成德呢是拋磚 影域 我中文這麼差呢 還可以分享分享傳統和玩 只要大家願意發心 甚至於 你看我看到這麼多 我們小朋友來了 這個年輕人來了 不能只有說小朋友 有十四五歲的 你知道他小朋友他不歡喜 是隨時要顧及到 還有青少年 他們的姻緣都比我好 所以我也是引他們這些譽語出來 還有大家中文程度比我高很多的 不難 因為老和尚有把心法告訴我 這個心法也是從离賓老那邊學來的 四個字 至誠 感通 我們有誠心 希望啊 利益他的心 會 我們就誠心供養 不是我們要很高 那個事才做得好 而是我們很真誠 有多少供養多少 誒 這個事確實是圓滿 叫兩文淺的故事 大家聽過嗎 我看有人沒點頭啊 我就要簡單說一下 是吧 不然他就一頭霧水了 了凡事訊有幾個很精彩的故事 都很啟發人 一個女子到寺院去 她身上只有兩文錢 為了有現代感 請問這個兩文錢換成英鎊 差不多多少 兩文錢可以買兩個包子 大家看一下英鎊應該是 五塊錢 這樣比較有現代感 好 才兩文錢 但是那是他所有的 他是全身心全心全意不思 後來啊 他入宮啊 當了妃子 哇 那這個很富貴了 結果再來的時候 再到這個寺院 拿了幾千兩來了 他兩文錢的時候 這個助詞啊 親自幫他回向祈福 後來他幾千兩來啊 這個助詞呢 只請了他的徒弟啊 幫他回向 結果啊 這個女子的善根很可貴 她沒有生氣 她入了宮富貴了 但是沒有長傲慢 還是很恭敬謙虛的 覺得欸 怎麼幾千兩了 反而這個助詞沒有親自幫我回向啊 他就請教了這個老和尚 老和尚 老和尚說啊 你之前拿兩文錢來啊 你是誠心誠意啊 非老生清掺 不是我親自給你懺悔 覺得對不住你的心呢 不能回報你 現在你拿了幾千兩來啊 現在你拿了幾千兩來啊 你的心已經沒有前日真切啊 我讓徒弟啊 回向就可以了 你看這個故事啟發我們 不是你很多啊 有多大的能耐 而是你的心已經是全然的 我相信啊 有一個節目 大家應該都熟悉啊 叫感動中國 大家看過吧 其中有一個人物啊 叫白方李老先生 他全心全意啊 為下一代教育著想 他自己踩三輪車啊 踩了四到十八圈呢 賺了幾十萬 全部供養 給沒錢讀書的孩子 好像有三百多個位 哇 他的司機一爆出來 整個天津 甚至全國都感動 請問大家 他有比我們有體力嗎 有比我們有地位嗎 學歷嗎 都沒有 甚至錢也沒有我們 可是他全然 為下一代作想 他的司機一爆出來 好多人的善根喚醒 都去支援這些 沒錢讀書的孩子 他的行詞啊 這個用佛門講 也是菩薩 他七十多歲了 退休了 看到回自己故鄉看 還有孩子讀不起書啊 他就把他所有積蓄拿出來 五千塊錢 捐給當地的學校 校長不敢拿 他的孩子說 你瘋了 這是你養老的錢 老人家說 這是我賺的 你們不要管 捐了之外 又開始踩三輪車 踩了十八圈 才能吃到我 所以 我們盡心盡力了 就是圓滿的供養 也會感得 諸佛菩薩 祖宗的價值 我們有這個立重的心 我們用在敦輪敬分上 好好培養下一代 甚至於 甚至於 年輕人 還沒結婚 那你現在懂得 老祖宗在教會 老祖宗什麼都教我 生孩子怎麼安全 也教我 你看應官大師 叫念官 女人有好幾官 其中一個就是生殘 也是命官 古聖先賢 祖師大者 體恤的很細緻 包含求子善要 你掌握這三個原則 你會敢來孝子賢孫 什麼事情都要慎於開始 你看你感應一個好的子孫 也要慎於開始 有傳統文化就有方法 有佛法就有辦法 佛法是絕的意思 你覺悟了 沒有事情了 不能解決 我看大家的表情 還有點不夠相信 信心很重要 性為道源 功德 道的源頭 功德的母親 母是人生 所以我們有信心呢 你遇到一切人事靜緣 增長 智慧 你沒有信心呢 遇到事情呢 增長 煩惱 所以 一念信心呢 很重要 那我剛剛跟大家提到 我要去考大學 結果我這個同學的母親 看到我們全家總動員 因為我很容易緊張 他們都成了我的拉拉隊 一起來了 給我壯壯 壯 我這個同學一看到 我們全家 他跟我說 李旭啊 你真有福氣啊 兩個妹妹陪你來考試 其實是兩個姐姐 大家就知道啊 那個患德患思 看起來就 很老氣 悠能死能老 你看悠嘛 你看姐姐都被妹妹 現在學的傳統話 大家看我今年幾歲 沒有逼大家回答 這個心境 可以做轉變 我剛剛說這個 老和尚老祖宗教誨啊 我這個得失心越來越重啊 這個就會越來越笑不出來 甚至於 這個我這個人中啊 比較短 我觀察一下 最近有長長一點點 人中短就壽命短 幸好遇到老和尚了 不然現在 還有沒有在世間 很難說了 所以我40多歲的時候 身體也出情況 以前人家也拿去算過 結果說 40歲到50歲 身體要注意 人呢 這一生都有 但是是可以轉 了凡事訊呢 就講得很清楚 我們 利益家庭 利益社會的心越強 就有一種願力 願力大過業力 這個命就可以轉變 命由我做 福自己求 那 遇到老和尚了 命運才能轉變 所以這個命是老人家救的 要報恩呢 老人家對我們一無所求 但是我們知道老人家 希望眾生歡喜 眾生離苦 所以我們要報老和尚 報佛菩薩祖先的恩 我們能把佛法傳統文化 有緣呢 就介紹給他人 好 那我們今天 一開始大家一起念了 二十分鐘左右的佛號 大家覺得念佛做不重要 黃念主老居士說 不要求我們把念佛當唯一 把念佛當唯一做不做得到啊 你假如這麼幹 你家裡的人就跳起來 是吧 學佛很重要的 放下是功夫 放下什麼 放下以自我為中心 六道輪迴怎麼來的 我直便先來 真正的功夫不是你向上看 哇唸了多少佛 唸了多少經 是我們放下了多少自私 能夠處處替人考慮 放下了多少习氣 比方說你念佛啊 放下召集的心 放下好勝的心 可是有沒有人越念越好勝呢 有啊 你看他練兩萬 我今天非練兩萬二 把他壓過去 是吧 哇我今天得報數啊 我得那麼萬難 然後阿拉拉 你看這個念佛是要對置善亂心 他越念越著急 所以修行要會修啊 不能我們這些習氣 我們就很容易執著 結果反而換對象了 本來還沒遇到佛法就很執著 現在換對象在佛法裡 繼續執著 繼續習氣越來越重 那就真冤枉了 好 百千萬劫難遭遇 結果我們把它變成更执著的真上緣 就是冤枉不冤枉啊 所以是放下貪嗔之滿 放下喜氣 不是換對象 師父上人的講經當中 常常提到 就像我們聽過 道理懂多了 可是可不能 都去挑別人毛病了 那這個傲慢就增長 若真修道人 不見事見過 那成德的觀察 我們要學大乘佛法 要先有小乘的技術 佛們也強調 不先學小乘 後學大乘 非佛弟子 你沒有基礎啊 會學偏調 應光祖師也說 事有真儒 方有真身 儒家的基礎 重要 我曾經啊 看 印 這個 禁宗第六祖 有名言說大師 引了佛 在《啟示戒經》 裡面的一段話 佛說的 說到啊 他遣二聖 於震誕方向 教化說法 有兩個聖人 是釋迦牟尼佛 派到中國來 印度的 神州大帝 一尊呢 是 大家現在心裡有沒有念阿彌陀佛 不能亂 這個沒有臨終緊張 我們現在 要念詞 普遍不經 而且呢 他是提醒我 我提醒我們 接下來講的是重點 只是他聲音有點在講 事事是好事 你看剛剛一想 大家有沒有稍微嚇到 這個就提醒自己 平常心不夠安定 心安定啊 突然有個聲響 你也不會嚇到 所以我們會修行啊 一切人事物一切靜緣 都在提醒我們的不足 我們是善財同志 一切人一切事 都在成就我 提醒我心還不夠定 提醒我們 我們還有哪些做得不到位啊 才會遇到現在這個挑戰 好 好 好 那 我們要會修 那 重點呢 再放下 黃念老提到啊 好 不要求我們把念佛當唯一 大家從這一句話 有沒有學到 黃念老的心境 還在要會學 一句話裡面 有沒有 有沒有 主高深大德的心 有沒有 心形 易如啊 你可以善知日學 你看他就變短了 我們要含著感恩的心 沒有上一次查 是吧 隨時看到優點 我先生最近脾氣沒有那麼多了 知足就常樂了 要求太多啊 就辛苦 痛苦 人生解知足 煩惱一時處 古人這些話還是很有道理 那剛剛他想的時候 因為我們講到了一個 very important point 就是佛陀啊 派了兩個聖人來教華 一位呢 如同菩薩 就是儒家的孔子 還有一位是嘉赦菩薩 是老子 幫我們打基礎 啊 啊 佛當年再次就已經 在 《啟示戒經》裡面講到了 不然大家看看佛法 佛法那麼好 佛是同體大悲啊 老人家會不會說 我喜歡這裡的傳這裡 那裡的我不喜歡不傳 會不會啊 不可能啊 可是我們很明顯看到 大臣佛法在哪裡 發揚光大 神州大地啊 其他地方沒有那麼兇 啊 因為有孔子跟老子 幫我們打下基礎 我們有大臣的根器啊 就像萬物 你那個土壤土質要夠好啊 才長得出大臣的 秧苗出來 所以一切啊 都是因緣生法 緣是條件 緣分不具足啊 也不能勉強 那靜葉三幅也點出來 修學的次第 第一幅是仁天 孝養父母 聖師師長 慈心菩薩 修師善也 人都做不好啊 能不能做菩薩 比較不可能 第二幅是小臣 受職三規 聚足眾戒 不犯威夷 之後才是大臣 發菩提心 菩提心是真心啊 一個人對父母都沒有情意 你覺得他可不可以發大菩提心啊 沒有基礎 所以你沒有效仰父母 你說第三幅可以受慈嗎 難 第三幅發菩提心 身性因果 读誦大臣 勸進心者 勸進心者 那老人家很慈悲 他觀察了幾十年 為什麼他們上一輩高聲大得很多 到他那一代啊 就很少了 關鍵在哪 觀察了幾十年了 師父上人說了 上一代有傳統文化的 他的弟弟小子 就沒有這個機緣 所以為什麼老人家一直強調 要扎德行的根 要扎孝清尊士的根 就是怕我們遇到百千萬劫的大乘佛法 但是又忘了基礎 最後沒有成就 又搞輪迴啊 老人家 於心不忍 很慈悲啊 開出了我們當生成就的法要 為眾開法障 廣世功德堡 就先扎根 扎好根了 能夠一門深入 常識熏修 一部大乘經典 當然老人家也幫我們選擇了 佛說大乘無量壽 莊嚴清淨 平等絕境 是淨土經中最重要的一本 當然師父領境門 修行啊 還要靠個人 老人家路都給我們指好了 這一條路走一定可以成就 接下來呢 我們就努力走了 依教奉行 那老和尚也以皇陵 念老 下臉老為老師喔 所以他們的教會 也不能忽略喔 我們看到老和尚的攝影棚 有他三位老師 包含下老 黃老就五位老師 常念使恩 當孝於福 我們的信德 是從知恩報恩 孝親尊師 自然開發出來 是我們本有的 無量智慧德能福報 大家相不相信自己喔 無量的智慧德能福報 點頭的人不是很多 我 佛開悟的第一句話 我也遇過 一個同學說 我很相信釋迦摩尼佛 可是我不相信自己 我說你這個邏輯有一點問題 我說你相信釋迦摩尼佛 那釋迦摩尼佛 講經四十九年 第一句話講什麼 τα poniet提著 親weg哲哩 其哲哩 雙 universal 一切眾生 接具如來智慧德相 但以妄想執著不能震盪 喔 Chris 這句話 用現在的話講 療愈了我的 沒信心 你們有沒有被療愈 我從小到大沒什麼信心 这个长得不怎么样 然后又有一点驼背 然后什么比赛都没我的分 你说能有信心吗 我曾经去参加过比赛 800公尺接力 一个人跑200公尺 为什么我去参加呢 因为找不到人 所以基本上就找不到人 就会找我 所以你看在攀比当中 越来越没信心 就遇到老侯上 我一看 老侯上让人如沐春风 他不可能骗我 老侯上又引了那么多佛菩萨的教会 圣贤教会 他们更不可能骗我 因为我觉得他们不可能骗我 所以他们讲的话我不怀疑 尤其第一句话印象深刻 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得下 我也是众生 我的信心没有建立在跟人家比了 建立在哪 建立在真理上 我有如来智慧得下 下一句也很重要 但也妄想执着 不能正的 我只要肯把我的妄想分别执着慢慢放下 他就能慢慢的恢复了 也要靠自己去体验 去证实 我慢慢相信自己了 我的中文就有进步了 我本来看到文英文的头就晕了 其实障碍不在文英文 障碍在哪 我的信念 我觉得他很难 他就很难 这个还是老婆上救我的 老婆上说 我们中华民族的儿女 最有福报 祖先最慈悲 他们发明了汉字文英文 我们肯学习 可以直接跟孔子 跟姚舜宇汤 上书里面都记载他们的教诲 可以直接跟他们对话 这个发明 全世界最好的发明 你可以透过一个工具 学到几千人圣人的教诲 听完老上这段话 老祖先对我这么慈悲 我居然把这个文英文 丢到垃圾桶里面去了 很惭愧 还留了几滴 忏悔的泪水 结果再翻开文英文 觉得没那么难 挺亲切的 突然体会到 一切法从心向生 所以外面没有障碍 障碍有在我自己的念头 你觉得它很难 它就变很难 你感它的恩德 它就跟你很亲切 那 这个牢上 它都时时 在给我们表法 它念老师的恩 还有韩馆长 念护法的恩 摄影棚里面 都放着国家领导人 到了英国 不只放中国 还放英国 感人家这一片土地的恩德 人世间 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 都应该长存 感恩的心 甚至于给我们表演 毁谤他 侮辱他的 他也感恩 给他立牌位 讲完经给他回向 大家知道牢上有这个做法吧 有 你们现在每次回向 有没有给你最讨厌的那个人回向 你们不听话 要听话才有福报 听话才有果子吃 《金刚经》有讲 善男子善女人 受此读诵此经 若为人亲见 我在历行大臣经的教诲 还遇到人家轻慢我 侮辱我 为什么 先是罪业 我们有前世 造了罪业 跟他结在怨 造了罪 就要去受报 所以先是罪业 因剁恶道 已经是人亲见故 这一生 你没有做不对 人家还侮辱你 先是罪业 极为消灭 这些罪业不消 要去三二道报到 你们还愿不愿意去三二道 不愿意了 三途一度 五千节 下去不好玩 所以 这个金刚经讲出来了 帮我们消掉三二道的业 已经是人亲见故 先是罪业 即为消灭 所以老和尚 一金刚经做的 回向给这些五路 毁谤他的人 罪业消灭掉了 当得阿拉多罗三秒三菩提 就当生可以成佛 那怎么可以不感恩他呢 所以老和尚把佛经的教诲 怎么落实 教育给我们看 我们能看到 也是我们的因缘福报 要不要珍惜 怎么珍惜 效法 就是珍惜 你看到了 不效法 这个福报就折掉了 那就很可惜了 而密宗 说三个根本 第一个是成就的根本 是本尊 我们念阿弥陀佛 成阿弥陀佛 第二个是护法 你要成就事业 要有护法 大家看了我们这一次 办这个讲座 我们杨医师 他们 整个团队 还有我们 贾静坤 居士 一起筹划 这个才 把这些工作 都能够做到位 那 我们这两天 就可以充分的来交流 学习 这是护法的恩德 我们掌声感谢一下 第三人是加持的根本 就是我们依止的老师 上师 大家刚刚跟着老儿上的佛号生 有没有感觉到老儿上在加持我们 老儿上回极乐世界 现在是阿弥 悦 之 菩萨 是法 神 什么是法 神 一切法 都是他的身 所以他老人家现在 无始不在 无处不在 你跟着他的佛号念 加持你 你不忘他的教诲 他就加持你 但是我们乱打妄想 他要加持 加持不上 所以我们时时不忘 师长的教诲 他随时就加持我们 我们有这个信心 那黄老说呢 念佛要当第一 不要求我们当唯一 我们就感觉到 老人家的心是很柔软 体恤每个人 现在家庭生活情况 要求唯一 没人做得到 教人以善物过高 当时其可从 大家有没有经验 把佛法介绍给亲戚朋友的时候 对方一听 我做不到 算了算了 这是他的问题 还是我们的问题 我们可能教人家教得太高了 气礼还有什么 气机 我最近遇到一些 敬宗的同修 他们说 我们现在敬宗学会 只有老人 没有年轻人 大家注意 自己的结果 原因是什么 那你假如 讲课的时候都是 死身 那年轻人 一听 好像离我很远 当然死身 事大 无常迅速 要不要讲 要讲 可是你从头到尾都一直强调 你说年轻人 坐不坐得住 你穿插一点 可以吧 你现在要跟他讲 怎么学习好 念这句阿弥陀佛 越来越聪明 他面对课业 你看我们黄念祖老句是 面对要去日本留学的 学子们讲什么 讲学习 讲找对象 讲事业 你看用现在的话 夺阶地气 是吧 不能不死人间烟火 所以我们 有这个结果 要把原因分析出来 我们就能改善 成德很有信心的拍胸谱 没有事不能解决 我们就举一句佛法的教诲就好 万法因缘生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吧 好 那请问这句话在哪里 万法因缘生 这句话在哪 你现在所看一切都是法 你看到这个人 他是不是因缘生 是啊 他从他的家庭成长环境 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吧 是不是因缘生 是啊 你看到的每一本书 是不是因缘生 你现在坐的椅子 是不是因缘生 哇 这个椅子假如 没有人送过来 也没得坐 他有生产 他还要有材料 材料缺一个行不行 做不成了 都是因缘生法 那既然是因缘所生法 他的结果不是很好 能不能改善 可以吗 把他的因缘缘 把他的因缘缘改善 今天我的身体为一样 有慢性病的症状出来了 这是一个结果吧 能不能解决 那现在还有 你是要根本解决 还是要症状解决 这个就是一个人的见地楼 可是我们现在假如 不把五千年的智慧 这个频道把它接上 现在社会 急功近利 舍本 逐末 你看现在人说 我还要赶快赚很多钱 他都很糟 他知不知道 财富的真正的因在哪 他不知道 他只想着 哇很努力 我就能赚到钱 还有努力的人可不少 有些人悠哉悠哉就赚到钱 删着孔明的扇子 是吧 因为他命里有 有因有缘 你从事哪个行业 努力去工作是缘 因是什么 财富失 这根本原因在这里 所以人不了解这些道理 真的会气死英雄悍 你看我们都上了中年 不少人都入了秋冬了 20岁以前春天 20岁到40岁是夏天 40到60是秋天 60到80是秋天 80以上呢 就赚到了 赚到不少 那我们 40岁以上的人经历不少事 你们有没有经历过 你看那个同学以前读书都不如我 现在赚的钱比我多 内不内伤 理得心才安得了 这些道理你不明白啊 你会有很多疑惑 甚至会有很多无奈 刚刚有同学问了 我们应该不要干扰别人的因果 好 这一句话 让我们处理事要谨慎 可是你不要听了这句话 对人都不关心了 所以这个听法 你不要听出执着来 你看老阿上说 有一个公案 在百丈谈诗遇到一个公案 下错一个字转语 堕五百事也乎生 大家听过这个故事没有 他讲错一个字 多福利生多五百事 那老阿上给我们讲这个公案 是不是叫我们别红法 是不是 一天晚没人敢红法 是提醒我们要谨慎 道理不能领悟偏差 而且道理要领悟的身 看起来是一个字 其实那个心已经偏很多了 代表他讲经 有没有照佛的教会在讲 没有啊 虽然这个话中只有一个字不一样 心已经照自己的意思讲了 不是照佛的意思讲 佛是说 这一切事都是因果啊 结果他讲大修行人不用落因果了 那连佛他那一世还吃了几个月 马的粮食啊 马脉啊 因为他前世 曾经是外道啊 当时候有一尊佛在教化呢 他有点嫉妒啊 释迦摩尼佛那一世有点嫉妒说 他只配吃马脉 结果就种下这个因 他老人家成佛那一世还吃马脉啊 连佛都还是有因果要受啊 只是他受的时候心安理得 他不会生烦恼啊 那讲不落因果了 没有因果了 当然讲错了 所以老和尚说 他最佩服孔老夫子的 恕而不作 不能有自己的意思去创作啊 幸而好复 这八个字啊 是我们洪法者的 这个 这个 护身服啊 不能偏离这个态度啊 所以你听什么东西啊 你要客观去听 心要忠正去听 不能偏 那 这个 要啊 去 干预别人的因果 就是啊 你要拿捏好分寸 为什么 主办圆柔 大家都看过电影 电影里面有主角 是吧 有配角吗 当然配角也可以拿到奥斯卡最佳男配角 是不是 那个奖是一样的吧 功德一样 有没有那一 男主角那一尊比较大 女主角那一尊比较小 不是 配角比较小 没有吧 一样嘛 人生的戏啊 人生的因缘 也是一样的 今天 你的人生 你是主角 你的父母身边的人 是你的缘 是住缘 说实在的 这些住缘 能帮助你多少 谁决定的 自己决定的 你肯多听父母的话 老师的话 你少走很多弯路 可是重点是 你愿意多听啊 所以为什么古人说 行有不得 反求足迹 非常有道理 你看外在的缘 对你有多少影响 还是自己决定的 我们看 我们同样 都跟着老儿上学 我们有同样的一个缘 老儿上有没有 多教哪个学生啊 没有啊 他讲的课都是和盘多出啊 我真的曾经遇过一个妈妈 她的儿子啊 也跟老儿上学很久 比我学的还久 他有一天见到我啊 把我拉到没人看到的地方 问我 老儿上有没有多教你什么 你说要相信一个老师多难啊 老师哪有师兄呢 我突然感觉五百两千五百年前啊 有一个学生也把孔子的儿子找过来 你爸爸也没有多教你什么 两千五百公里 我也有遇到这样的事 所以要相信老师没有偏心啊 佛菩萨同底大悲啊 不会偏心的 所以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 就看我们自己的心十分沉静了 十分沉静了 得十分利益了 好 那这个刚刚我们讲到 主伴圆容 在因缘当中啊 都是这样 所以因缘主师啊 在他那个年代 他已经感受到啊 人心的变化 所以啊 他提醒这些老居士 你的女儿要出嫁 一定是他自己很愿意的 你不要强迫他 这是不是分寸 你硬推他了 到最后他会怎么样 当初就是你推我的 你有没有干扰人家的因缘 你只是分析客观 沙盘推远给他看 他自己决定了 他以后不愿意 这个就是拿捏好分寸 所以那是别人的人生 你不能帮人家下决定 你要拿捏好这个分寸 你就会干预人家的因果 你太强势了 所以我们也听过不少案例 这个父母太强势了 你要学这个 你要填这个科系 一直控制的孩子 那是他的人生 结果控制到最后呢 这个孩子考上蛮好的大学 一去读大学 不跟父母联络了 可能他喊了一声 我最近在练习英文 大家都包涵 我可能要命令 过了中秋还要考雅师的命运 但是又想到老和尚说 修行人不挑境界 该考的时候 印子头皮都得考 而且还要平常心去考 不然常常在告诉别人 不要挑境界 不要听境界 然后一看考雅师 那我还得表演 不要挑境界才行 所以讲别人很容易 自己遇到了还得带头干 好 那刚刚 这个同修问了 不要干扰别人的因果 就是你自己要拿点好分分 还有一点 你只要用真心 就不会有不好的结果 你很强势的时候 有没有真心 你就不是用的真心 你有控制要求 锁好自己的心 不会有因果的 菩萨为因 众生为果 我也做一个比喻 你跟你孩子坐在车上 方向板是他在开的 你坐在旁边副驾驶 你最多可以跟他 开慢点 你总不能去抢他的方向盘 这样会怎么样 会翻车的 very dangerous 所以拿捏好分寸 大家不要着急 每个人的善根福德 每个人的善根福德 因缘都不同 今天你提醒他了 他没有听 你也要随缘 等到他出了一点状况了 你接着要怎么说话 当初你就是不听我的 你看我该 要不要这么说话 让他下次算了 你不给他留面子 你这样讲话 他不是让他恼羞成功吗 大家都成年了 不要说成年了 哪怕他现在十四五岁 他已经觉得我是个大人了 你就要横顺众生 是吧 你要谁那个缘呢 他觉得自己大人 你顺着尊重他 反而顺势而为 他愿意去 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你在旁边拿捏好 去护念就对了 他想当大人 你硬压他 他不是很憋吗 所以普贤行用 横顺众生 顺势而为 还是蛮重要的 好 那 我们刚刚提到 万法因缘生 没有不能解决的 我们观察 现在遇到的问题多不多 一个小孩遇到困难 他会找谁 找他爸爸 找他妈妈 是吧 一个民族 乃是一整个世界 现在遇到问题了 找谁 找老祖宗 你们看电视剧 遇到不能解决的 都去问谁 问那个胡子很长的 是吧 这电视剧里很多 屈治老臣 急责可相依 老臣持重 那现在整个世界 面临的问题不小 大家有没有感觉 今年天气怎么样 这全球 每一个人都面对的问题 气温异常 温室效应 老阿尔 老阿尔讲过 环保问题 倡导了 倡导了那么多年 有没有改善 有改善了 可是 是 继续恶化 还是止迭回生 还是继续恶化 只是恶化的速度 可能有 透过倡导 有缓和的一点 但是问题不是根本问题 解决了 根本是什么 人心 你看不重视 这些环保问题的 都是什么 我要继续赚我的钱 那他就不考虑 环境的污染 所以人心需要教化 他没有那么自私了 这个环保问题才能解决啊 而且要从小教啊 所以 假如说我们整个世界 现在的问题 要去找老祖宗啊 那四大古文明呢 现在只剩中华文明了 所以得找谁啦 找中华文明哦 所以我们英国 大历史哲学家 汤安比先生 在七零年代就大声疾呼 现在能整合整个世界的 中国人有这个经验 他很肯定 中华文明 那个时候呢 是文革时期哦 他的信心都没有减少哦 我想他的这一份 对我们中华文明的信心哦 可能赶着英国 办了个汉学院 他是英国人啊 你看这冥冥中有没有影响啊 他的念力挺强的 而且他老人家说 假如有来生 我必在中国 你们现在呢 假如看到一个中国人 头发有点红红的 金色的 您你们差不多算一算投胎 然后说不定是汤安比教授 成愿再来的 一定要通知我 我会请他上来讲课了 我可以休息休息 好 所以老和尚有祈求我们 我们这一生称为 身为中华儿女 我们就有机缘 接触到五千年的智慧哦 可以帮助我们自己修身 齐家 帮助我们的国家社会 还可以帮助平天下 帮助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来 人生短短几十年 总不能来 白白来世间一遭 人生自古 谁无死 留取担心 照汉情 要对得起自己 对得起家庭 国家社会 也对得起这个世界 现在世界是地球村哦 牵一发 动全身哦 关系很密切哦 所以老和尚 很 有智慧慈悲哦 光跟人家打招呼 也在 点化我们这些弟子 我刚好在场看到 老和尚聚会的时候 人家问他 你是哪里人呢 老和尚笑着说 我是地球人 我是地球人 我们两个同乡啊 提醒我们啊 我们现在不能分之分他啦 我们的考虑都要为 整个地球啊 来着想 而且老人家 在2016年 来到英国 上议院 演讲啊 讲的就是 众神一体 宗教一家 这是解决世界问题的理念 方法 宗教与宗教 平等对待和睦相处 种族与种族 政党与政党 还有国家与国家 我念到这四种关系 平等对待和睦相处 诸位忍者 你们听的时候 有没有感觉 好像我们家 这四件事都有啊 有没有 你看不同 国度 结为连理啦 还不同 宗教性 种族 和谐社会 从我心做起 从我家做起 我讲到 从我家做起来 大家念头里面 有没有冒一个 听然的 送给大家 李秉兰老师说 困难越大 功德越大 欢迎困难 欢迎困难 我家那个横皮 叫放马过来 只要降猛 不怕贼强 只要自己愿力强 不用担心 突破不了境界 那我们客观来看待 现在 世界上 每个人 身体有没有问题 现在 癌症 问题很严重 慢性病 得的人 年龄都 越来越早 你看我们 黄帝内经里面讲 这个照顾好身体 很重要 身体法夫 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孝之死也 黄帝内经讲 食饮有节 起居有常 吃东西要有节度 祸从口出 病从口入 身体不好是结果 一定有他的因缘 不是偶然的 不忘坐牢 要节制欲望 然后不能透支身体 现在猝死了很多 工作 没睡觉好几天了 我前不久才看到那个外卖 哇 他很拼啊 那个地方的人都知道他很拼啊 最后就在他自己的摩托车上 都过世了 透支太厉害了 这个部分我不能讲太多 我有点关公面前耍大刀 现在杨医师在 这个黄川太夫也在 他们都有中医的课程 大家可以上线 好好学习 照顾好自己 照顾好家人 身还有心 哇 现在忧郁症的人口 甚至呢 晚上睡不好觉的人群 越来越多 忧郁症是心 心病还要 心要移 所以你真正体会到 哇 现在这些种种情况 那亲戚朋友有机会聚会了 要多关心 每个人 或多或少 都有面临的身心家庭事业的挑战 可是不一定有方法 他们能接上五千年的智慧 就有方法了 那心理上 我们杨医师特别难得 刚好他的女儿很优秀 结果 他也培养成医生 但是在前一段时间 有忧郁的症状出来 我们佛门说 事事是好事 杨医生有证明给我们看 他遇到了 他的心 就是父亲的慈爱 给孩子 满满的爱 这个夫妻一起 跟孩子深度沟通 因为孩子可能在成长过程 不是父母的意思 但他给了自己压力 他可能觉得 我要表现得好 你们才会爱我 所以 他产生了这个念头 他的负面压力 可能就在积累 积累到某个程度 他会陷出来 但是父母全然地爱他 他这些负面情绪就 疏解掉了 而且借由这个语言 杨医生觉得 可能还有很多孩子 家庭有这个情况 就自己很用功 去查很多资料 上课 对忧郁症这些 做一些充分的了解 我们有一个讲座 就专门针对一路医症探讨 也可以提供给大家 做参考 所以 未来 现在跟未来 我们必须重视这个问题 我也常常跟当父母的交流 你知道你的孩子 在想什么吗 大家听到这句话 会不会觉得 怎么可能知道呢 其实你本来知道的 你看孩子 生下来 我得 回忆到 我那个侄子 出生了 在我们家坐月子 他稍微有一点深想 母亲都在第一时间 就去 照顾了 我都还搞不清楚状况了 他妈妈已经 从餐桌上离开了 然后 一岁左右 压压学椅 我都听不懂 都是他妈妈翻译的 是吧 我姐姐的耳朵 也没有比我好 为什么她都听得懂 心是通的 所以父子有亲是天性 我们让他终身保持 其实这个是每一个人 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跟父母 没有 带勾 一讲 彼此都能了解那颗心 这是我们传统化的 第一个目标 恢复父子有亲 再把这个父子有亲 延伸到对兄弟姐妹 对家族 对邻里相长 到凡是人 皆需爱 凡是物 动物也有他的伦理 我们也爱护他们 亲亲 亲爱自己的父母亲人 而人名 爱百姓 人名而爱物 再延伸到 爱护动物 在西方社会 爱护动物还是做的挺不错的 好 我们 到异国他乡 见人善 即时起 三人行 必有我死 我们中华民主的文化 孕育了我们这样的心境 所以佛教是印度的 可是到了中国 因为我们有孔夫子的教会 都取人之常 见人恶爱 责内心 都有受用 都跟人对立 所以整个佛教 跟中华国民融在一起 更发扬光大 佛教也发扬光大 儒家道家也同样 爱扬光大 好 那现在面对世界的问题 也应该东西文明 能够 共同来面对 互相来学习 长处 好 那身心 到家庭 现在离婚率很高 会延伸出下一代的问题 还有犯罪率 这个是社会问题的 家庭里面 父子兄弟冲突 社会有犯罪 自杀率 这些问题 那整个世界呢 有环境问题 战争的问题 看起来 从个人身心到 国家 世界 好像很多问题 好像挺复杂的 从向上看是这样 从根本看是什么 根本看是 人心的问题 从根本看并不复杂 所以市长老人家 应邀到昆斯兰大学 有和平学院 有很多专家在研究 如何化解冲突 促进世界和平 当时有八 全世界有八个大学 有这样的学院 那这些专家发表完了 他们提的方法 用外交啊 用经济啊 用种种方法 最后呢 请市长老人家 谈谈 老人家说 你们要解决问题 就跟我们中医治病一样 你要先找到病根 才能对症下药 这些专家学者一定 哎呦有道理哦 你看你用辟语 具体的视力 他容易感受 或者讲故事 他容易体会 病根呢 在家庭 夫妻冲突 一个人在家庭里成长 怎么跟人相处啊 他潜移默化 受父母相处的影响 假如父母常常争吵 他怎么去学到 跟人家和母相处的方式 大家刚刚念阿弥陀佛 哎呀这个 因生柔不柔和啊 柔和哦 所以有没有想到 老祖宗说 心平气和 则能言 所以什么时候才能讲话 心平气和 哎 这是讲话前的条件哦 你一有情绪啊 先调伏好 不要讲话 不然呢 你去处理事 事得其反 所以黄念老讲 要把念佛 摆第一啊 太有道理了 因为你去处理 任何家庭 跟事业的问题 都是你这一颗心 去处理的 而这一颗心 假如是带情绪的 不安定的 能处理好吗 不可能 而我们常常念佛啊 妄念就少 心就比较定 大家可不能说 我忙死了 哪有时间念佛啊 哇 那我们轻重缓急啊 没有思考清楚啊 我们要先把心调好了 我才能思考清楚 才能下对决策 才能把每句话讲得妥当 把每件事做得适当 不然纵使你讲了很多话 处理了很多事 你的心 不安定 你都要 收拾 后面延伸出来的问题 一个人决策错了 后面要不要收拾 当然要 所以古人 大学之道 在明明的 在清明 在此与之善 这是非常正确的价值观 人生意义在哪 明明都是成就自己 自爱 清明是成就他人 有缘的亲戚朋友 这是人生的价值 人生啊 首先把最后一刻看清楚 再来经营人生 可能不一样了 这是孟参长老的一段法语 请问大家 人生最后一刻是什么样子 大家看过电视 看过人家最后一刻了 真的是三长两短 一口气不来就走了 双手双脚一摊 代表什么 万般将不去 什么都 你看清楚了 你要思考了 我们假如几十年努力 都为了什么 为了带不走的 那何苦来在呢 这些物质 你统统带不走 所以物质应该怎么样 够用就好了 你搞了一堆 自己通通 现在这些物欲的存在 最后呢 留了一堆东西 还让子孙在争吵 这个钱字怎么写啊 左边一个经 右边两只刀啊 我们台湾有一个企业家 留了很多钱 结果子孙打官司 打了三年还没打完 他的棺材摆在那里 不能下掌 要有智慧哦 三字经说 人已子 经满营啊 我教子 为一经啊 要教智慧啊 要教做人做事 传下去成为家道啊 不是留一堆钱啊 让子孙在那里 奢侈啊 没有责任感啊 交涉盈益啊 那就好心办的坏事啊 那我们看清楚最后一刻了 什么带的走 自己的智慧 自己一身行的善 这个都带的走 灵性的提升带的走 所以明明德啊 要不断的恢复自己的 明是智慧 德是德能啊 尤其我们又遇到 念佛法门人 你一身 这个佛号的功德力啊 带的走啊 你普贤 包含菩萨六度啊 这个功德带的走 普贤型的功德 会带我们到极乐世界去 这个是不会坏的哦 身体 身外之物都会坏哦 人生的智慧啊 就在抉择轻重唤疾啊 抉择 什么是真实的 带的走 什么是刹那生命的 带不走的 好 那我们再拉回来了 大学里面 告诉我们人生的价值 自爱爱人 自觉觉他 接着有一段话很重要 指而后有定 大家要指在佛号上哦 不能指在烦恼 相续不断哦 你看我们一不念佛就打妄想 自己做不了主 一念佛 妄念就止住了 知子而后有定啊 定而后能静 心能安静下来 静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律 你才能考虑清楚啊 我们现在前面没有知子 没有定静 安 你想事情哦 不周全 还很慌张 着急 甚至还带情绪 最后 做出来的事 添乱了 所以古人这句话重不重要 重要 我们靠念佛能够把心 定安 才能很好的考虑事情啊 所以 不要求把念佛当唯一 要求把念佛摆第一 这个开示 静不静闭啊 静闭哦 那大家有没有多念佛 我给你们检查一下 我教小学的 喜欢检查 手帕会伸直 现在要检查 有没有佛珠 若要佛不离口 先须 珠不离手 你要养成习惯 不然我们现在习惯打妄想 不习惯念佛 修行有一个过程 深处转熟 熟处转身 我们本来佛号很陌生 慢慢 你一按他就提醒你 要念佛 要念佛 慢慢提得起来 越来越俗 打妄想很俗 慢慢陌生了 那我们刚刚分析了 所有的问题啊 都是人心的问题 因为现在主要的风气啊 是享乐主义 享乐就是欲望啊 欲令自迷了 人美自慧了 还有另外一个力量叫功利主义 利令自昏啊 所以现在人心被利跟欲啊 误导了 控制住了 这问题 那怎么办 摆善效为先呢 他学校造了 得有伤 宜亲修 身有伤 宜亲忧 他就不会去放纵欲望了 所以教育啊 孔子说的 在校经里面提到 福孝 得之本也 道德的根本 教之所由身也 教育从哪里开始 穷教肖道 没有从根本教啊 教出来的结果叫什么 本末 道志 舍本 竹末 就没有太大的效果啦 我们仔细观察一下 我们这五千年来 哪一代的父母 花最多时间教小孩 你看我们父亲那一代 生五个八个 这个爸爸妈妈还干农火 很多 结果把老大教好了 后面 第二个第三个 老大摸鼻子 他们就摸鼻子 老大蹲下来 他们就蹲下来 你把老大教 结果现在生一个 花的时间不少 效果怎么样 花最多时间教 效果最不好 是不是该检讨检讨 反思反思的 这个投资报酬率 不平衡 因为你没有教到根本啥 就好像你的水都浇到叶子上 没有浇到根上 好 所以 这个从效 从 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 伦理道德因果来教 他懂得伦理道德 此于 作恶 他有羞耻心 人没有羞耻心 什么事都敢干 这个羞耻心就 从孝道是源头 得有伤 宜亲修 像曾经有一个地区 贪污 很厉害 其中有一个官员 没有贪污 人家跟他谈到这一点 他说我只要想到 我的父亲是教书的 假如 我真的 出了什么情况 那我父亲会生不如死 而他 他没有 触犯法网 好 那一提到伦理道德因果 那就离不开 我们 家庭当中 有三个伦场 这属于我们的伦理道德 所谓五伦 实义 父慈 子孝 这是一个伦场 夫义 父听 夫义 父德 你看这个是 夫妻这一伦 还有 胸有 弟公 五伦里面 三个伦场 在家庭当中 其他的伦场 没有在家庭里 但是 是从家庭伦场 延伸出去的 所以老和尚刚刚说的 这个会化解世界冲突 根源在哪 家庭里面 所以五经当中 有一部经很重要 叫礼记 里面就有谈到婚礼 这个是传统礼仪当中 最隆重的 最重要的一个礼物 里面提到了 将和两性之好 几千年前 我们老祖宗就知道 优身学 一般同性不结婚 当然你同性 还要查一下族谱 不能太接近 不然会有遗传基因出现 老祖宗的智慧 有几千年前就知道了 尚以示宗庙 宗庙其实就是 侍奉祖先 祖宗虽远 祭世不可不成 圣宗追远 明德归后 那么远的祖先 都要懂得感恩了 怎么可能 眼前一把死 一把尿拉扯 我们长大的父母 会不感恩人 人就感恩后道了 下以济后世 所以结婚 是成先起后 济往开来 对一个家庭重要 对一个社会国家 也是重要 你下一代要出人才 这个社会才有未来 我们都希望 清出于来 圣于来 做得到 我们的下一代 比我们早接触 老祖宗的教会 所以君子重之 这个国家领导人 很重视婚礼 接下来这段话很重要 男女有别 男女有别 别在哪 分工合作 一个家庭里有 很多重要的事 你偏了哪些重要的事 这个家庭就要出问题 大分两种 一种是经济 这方面 柴米油盐 酱醋茶 你没有经济支持 这生活过不下去 另外呢 是照顾家庭 家庭当中 校养老人 教育下一代 这个工作也很重要 自要陌落 一个人再有地位 再有钱 他的孩子没教好 你说他每天很高兴吗 可能他心里常常 隐隐作痛 我现在有这个位置 可是我心很痛苦 很不安 甚至在人群都不敢提自己的家 自己的小孩 所以古人说 重要的 把下一代教好 而且你再有成就 再有钱 下一代没教好 拜家子 可能会把你的成就都拜光了 那分工好了 夫妻互相感恩 古代是男主外 女主类 现在社会有 变化 当然 夫妻沟通好 哪怕两个人都工作 那家也要照顾好 这个都要协调好 那互相分工 就互相感恩 感恩对方的承担 别在工作上的分担分工 互相感恩 所以古人说男女有别 而后夫妇有义 有恩义 互相感恩 夫妇有义 而后 古人这些而后 不能忽略 有先才有这个后 而后父子有亲 因为你夫妇和谐 都有恩义情义 孩子潜秘默化影响 就父子有亲 父子有亲 而后君臣有正 君臣关系 有没有离开 父子关系 没有 忠臣出于 孝子之门 而且你 一个孩子走出家庭 首先是到学校去 学校会遇到师父 会遇到师兄弟 就是同学 他能跟老师相处好 建立在什么 孝道的基础 从师父延伸到君父 他到单位去了 他能跟领导相处 他在家有爱兄弟姐妹 他到学校去 师兄弟 他到单位去 那个行业 也是师兄弟 你看从家庭 延伸到君臣 领导被领导 还有同事 朋友关系 都从家庭出去的 好 好 所以这个 夫妇关系就 很关键 那我们处理任何事 都要胜于开始 所以 我们佛家讲 不能 再欠债了 是吧 随缘消旧月 不再造新样 不要欠人家钱 不然还要轮回去 还人家钱 也不要 欠人家感情 大家觉得 钱在好还 还是情在好还 情在难还 是吧 所以 不能 再欠人家情 那 要胜于开始 大家想一想 你过去生 跟你有情缘的人 多不多 掐子一算 多不多 所以要慎重对待 不能 轻率 那黄念老有交 折偶的条件 第一个 对方要是明白人 要讲道理 不能糊涂 宁可跟明白人吵架 不跟糊涂人说话 因为讲不清楚 你会累死 好 那人要明白 他铁定 要学习经典 开我们的智慧 所以 子孙虽语 经书 不可不读 所以你假如打算 要跟一个人 谈感情以前 你一定要先 给他一本地址归 他假如给了之后 没什么反应 石沉大海 你就逃过一劫 这个就别教了 假如 他拿到以后 很肯定 人要孝顺 人要有爱兄弟 你也不要太高兴 因为现在太聪明的人很多 他知道你学传统话 他会顺着你说话 对啊 我们有遇到说 找一个对象说 他爸爸妈妈学传统文化的 结果一曲都没有落实 这个说 苍天 还是要跪自己 不能跪别人 看事情太表面了 你得看他有没有落实 所以 要冷静判断 婚姻大事 不能掉以轻心 你观察 他认同 学习经典 他才会是明白人 人的智慧 还是要透过缘分 启发 我们学经典 就是一个真上缘 第二个条件 要诚实 不能 撒谎 这些态度 第三 要良善 善良 男要忠良 不能 欺负人 占便宜 第四 要正派 做事正派 尤其男女关系 要正派 不能乱搞 这四点 不能再加了 不然你就找不到对象 有这个四点 有德的基础 就不会走太远 我们抓根本 你不能自自摸摸 太care了 太在意了 到时候找到四十岁 没有找到 可不能找我 找我抱怨 不行 我曾经遇到一个同修 他说挺灵的 他求观音菩萨加持 他把他找对象的条件 写了好多条都写好了 连要戴眼镜都写了 后来一找到 每一条都符合 观音菩萨真是慈悲又辛苦 千处祈求 千处应好 写清楚 到时候不要反悔 当然要如理如法去求 你自己写清楚了 你自己要什么 提升自己的 修养 方以类聚 物以寻分 大学说 有德只有人 有人只有土 你有德了 你就感召好的另一半 有土就是 其实就比喻一个机缘 你有一个国土 你可以发展 你成立一个家庭 夫妻一条心 黄独变成 就发展起来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跟夫妇团结 家业一定可以经营起来 有土持有财 有财持有用 你的家业就能发展起来 但是你花钱也要 花得有智慧 懂得 去帮助亲戚朋友 福田心根 懂得回社会 那这个钱财就会越来越积累 福报越来越积累 你假如有了钱就去挥霍 那可能这个福报就没了 好 这个是胜于开始 找对象 然后夫妻结合了 要会经营 老和尚有教 夫妻白头偕老的一句真言 一句就可以了 真的不用多 只看对方的优点 不看对方的缺点 大家可能守住这一句真言 I promise 可以白头写了 因为你一守住这一句 你就是真心 你的家庭关系是一报 随着什么 我这个心转 随着正报转 一定会越来越好 我曾经在珠海分享的时候 我也讲了这一句真言 有一个太太坐在底下 听我讲完这一句话 她马上在台下喊得很大声 没有优点 哇 你看我们讲课还要接变化球 突然有人讲这一句话 我得接招 结果我就站起来 走到她的身边 我说这一位女士 你先生没有优点 你还嫁给她 你真是有我们佛门的 地藏菩萨的精神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这大家也都笑了 怎么可能没有优点 你嫁给她 那你就是刘树云老师 她先生精神有不稳定 她的同学 你娶她吧 你看她 那个淳朴 慈悲 真的都嫁给她 那你看 人家修行很有成就 所以你会吗 会修的人 嫁给一个精神有问题的 心生也能修得有成就 所以关键不在境界 关键在自己会不会修 好 当然你没有刘老师的心境跟功夫 还是参考我刚刚那几个条件 黄老教的 不要太冲动 我一讲完 你去找一个精神有问题的 那不是我的意思 我什么都没有讲 你们什么也没有听 我说而无说 你们听而无听 听而无听就是不要听出执着来 说的人也不要听说出执着 说完就应援完了 不要盯着别人也没有做 那就变成自己执着了 你看我们的当父母老师的一讲完 讲完话就 听了没有 听了没有 改了没有 改了没有 你就变执着了 所以佛们这些话 都很有哲理 无说 无做 就是别放心上 付出了不能放心上 不然会生烦恼 我都做这么多了 他们怎么还这样 但是问题 你做了之后留在心上 是不是真心的状态 就不是的 是有求人家看到我 有求人家回报我 都有贪求之心 那我们是忘心 那怎么可能换人家的真心 真心才能唤醒别人的真心 忘心只能唤起别人的忘心 是吧 你看我们做的时候有目的 对方就收到了 你看我看你能撑多久 忘心跟忘心交感 好 时间差不多了 法轮未转 十轮先 所以还是要先吃饭 比较重要 还有几分钟 刚刚跟大家交流的 有没有不理解 或者有不同看法 我们这里不是一言堂 下午还可以研究讨论 有没有提出 这个问题 或者有所感悟的也可以 说不定你一分享感悟 触动很多人的善根 有请 老师好 你好 就是 就是不要介入人家因果吗 可以承担因果 那就是说帮助人家的时候 就是不要执着是吧 听出来就是说 该帮也帮 就不要太执着 是这个意思吗 要帮 但是你要拿捏好分寸 因为那是他的事情 你不要帮他做决定 那比如说路上看到有人崩倒啊 什么这种 还是就是应该帮 不会承担别人因果 你可以帮 但是 你可以 我们佛门 四大菩萨 四大菩萨 比较修等 第一个是地藏菩萨 孝清尊师 开发心地宝藏 第二是观音菩萨 把对父母老师的孝敬 延伸到对一切众生 这观音菩萨 第三是文殊菩萨 比较智慧 你要冷静 去帮忙 因为有可能 人家有歹念 不要让他 不要让 不好心的人 做坏事 慈配为本 方便为本 也要防止慈配 方便出下来 所以你要帮忙的时候可以摄像 拍整个过程 比方 你知道高速公路发生人家有情况 这个时候也都能有摄像 整个过程 人家了解情况 不会 这个 污赖 这些情况 产生 有人证 或者是有这些 在 因为 有可能你去帮人 到时候真的遇到不好的缘 到时候 惹的 你自己 或者一家人 都可能都要牵扯下去 那有可能你家里的人就会 觉得 哎呀 你看 甚至都把这个责任归到 学佛上面来 你看你 你帮了人 最后人家什么 要你多少钱 你看 变成你家庭的负担了 所以现在 毕竟社会是这个样子 我们在 应对的时候 能够 考虑到 不要让人家 起这个 不好的心 这个可以 上脚方便的 去做 就好 就是有的人 就是有的人就是帮人家按摩 治疗 就是有的人会 避弃上神 但是有的人又不会 就觉得 知道这种该帮人家按还是不按 就是 就这方面有点 好 那这个第一个呢 你自己正气要比较足 不然你太虚要按一按 你也把这个不好的气给人家 这个我看还是请杨医师来回答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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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杨医生 这个一切都是感召啊 而且我们这个心念 不要跟任何众生起这种排斥啊对立的念头 我们的心要跟阿弥陀佛的心一样 一切都跟阿弥陀佛